同盟村23-1号的林姓弱势家庭 家中的电视机损坏 无法收拾 透过了乡代表连一龙的联系之后 寻求社会的资源 购买了新的电视 16号下午也请工人前来安装 林姓家庭则是感谢社会的爱心 16号下午顺严建材行师傅和工人们 拿着工具和购买新的电视机 前往秀林乡同盟村23-1号家中来安装电视机 让林姓家中有一台新的电视 可以收看新闻节目 秀林乡代表连一龙表示 林姓夫人家庭状况 她可以说是长期关注当中 因为日程电视机损坏了 家中没有电视可以收看 她得知之后就寻求社会企业来协助 希望这样的关怀能够帮助他们生活上的方便 这一次会来协助这个住家 是因为这边没有电视 然后之前有因为被小朋友不小心弄坏了 然后透过乡亲的告知 我去找资源来协助他们 找了一个电视过来 然后也透过了一些外面的协助 将电视安装到定位 那不过现在还少了一个电视线 那事后我来协助他们 将把他们的电视全部到定位 那我相信他们之后也会看到这些电视 小朋友也不会怎么讲就不会那么无聊了 提供他们这样的资源 谢谢 也谢谢代表 非常关心这个孙子 他说没有电视 他就去想办法弄一台电视过来 非常感谢他 请问下面的林一龙也一意测试天视器是否正常 从开关按钮和讯号来源以及声音 务必做好检测的工作 而这次缺少了选台器和接收器 不过他近日则是会自己购买必费的收拾器材 下次来的时候就有电视可以收看了 林荣表示虽然他是北七选出的乡民代表 不过秀音箱北中南区 只要有乡亲需要他或是一通电话跟他反应 他可以说是相当的大方 一不容辞的尽全力的帮忙 把最初衷的卫民服务的态度拿出来 真心为地方相信服务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